李旺洋 湖南邵洋人 六四事件被捕的时候39岁 22年的牢肉生涯受尽折磨 现在已经是一个伤目失明 两耳失聪 满身疾病的花甲老人 李旺洋去年刑满出狱 一直在医院长期被监控 虽然视听功能失去 但仍然头脑清醒 辨认到自己的老朋友 其实这一位叫林生安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是商业民居运动的领导人 这个我39年到现在 他一直在领导商业民居运动 他做个两次劳 比公安89年跟我一起搞工人 他比培留完了已经 比政府最破雷一年 2001年又跟我一起找了官员 他为了我吃饭 在那碗里确实一个月 一位非常坚强的 勇敢的民居领导人 这个单局对他的这个破坏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残酷 常人都 而且他后面这一次对他的破坏 几乎可以说就是一种冤案 由于失聪 李旺阳接受我们访问时 要靠手指在他手掌 或者大腿上写字 我79年 由北京西弹民居间的印象 当时北京西弹民居间 这个民居四朝 在军官的印象比较 我大白京 由西弹民居间的这个 殉导 产生加烈的公民 为他上演之后 我是亲爱与帮演美一套 交流 干预 广东探讨这个规则建筑 经历过民革和四人帮之后的中国 迎来改革开放以来 民主思潮最兴盛的时期 李旺阳和稳正安 以及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乡 在83年成立工人互助会 之后 还以邵阳的滋江命名 创办滋江文部 到89年北京出现学潮 李旺阳带头 在兆阳成立工智联 声援北京学运 学生 友营啊 日威啊 应该给予生命 所以我 绝对是一个普通的公民 有证 也有 你不用证 支持学生 所以我 超约的学校 希望通过日子的努力 使中国的民主经济加快 为民主人民的讨论 做一点贡献 希望你们 立即 平均一切 使中国的民主民民主经济 下居 而为民主经济 参与 不得 民主的民主经济 在到中共 公民的讨论 百地发生了 常无人道地 有武装 在学生 没有受制作 一天 小学生 我非常感激 学生 乖在家 为了国家的 新闻 为了民主经政关系国家大人 却找到了学习的药 插入人脑 我非常奇怪 当日我在少阳就组织了友谊 分屋生涛 都是他学生的 我报应 我在 后来我以后少阳高二年第一趟 高二年 高二年 联合居朋友 流失失了年 最调委 正当的调念流失失了年 参加最调委的 有高二年的学生 集成人 几日之后 李旺洋被少阳当局拘捕 最后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判监十三年 尹正安和李旺洋都是工人互助会的创会成员 六四之后曾经逃亡 两次被判刑 他再来到将近三十年前 和李旺洋成立工人互助会的东塔公园茶座 现在茶座已经丢空了 杂草重生 上渡好朋友的遭遇感到无比难过 一个经历非常充沛 非常有活力的人 居然在单局的破坏之下 两眼瞎了 两个耳隆隆了 而且身上还有多种级别 我每次每一次看到他 我的心情 我的心里都不好受 感到非常的难过 一个大生生的活人 逼折磨成这个样子 他为了什么 他无非就是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 李旺洋在龙溪监狱服刑 经常被困在 囚犯最怕的禁闭室内 活动空间自有两米 我一看到这件事 我回到这份 为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所以我宣布决事 我宣布决事 马上就把我靠起 坐去聊起 跟我坐在地聊起 一百多起 十九代的聊起 他们死经一经 死经一家 我老婆就发喊 难经就不看见 耳朵就听不到 人家都要分国 他看到我分国的 他要送 谁人家要活的 我看到我活了 他要接着一次 靠着他 再问他 为分国的 他的马日定 他要求他 用钱讲过来 我疼 不要讲 二千年六月出狱之后 李旺阳上告政府 要求杀常 但政府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将他再重判多十年 在赤山监狱服刑间 李旺阳身体已经摧残不堪了 监狱的干净 把我送到医院医院中心医院进行检测 检测正在为是人籍为素 是人籍为素 人籍为素的原因 是一个 就是头部 遭到某大数字 没有其他的原因 他不容易 其他的病 他只要 就需要人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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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人籍为素 就是头部遭到 大杀了人籍 就需要人籍 两次牢獄 长达22年 李旺阳几乎半生 都是受迫害的命运 好 好吗 中国民族人籍 早日被人听了那么多的学生 年轻的学生 乃乃乃学生 他们都流了血 他们都牺牲了 而我不够坐牢 还没到看到 就算看到我也不远回 为民族 国家新丸皮肤又在 为了国家早日经营民族人籍 为了中国早日是多胆子 我就是看着 我也不会的 我们下期见 说明了 作為李旺陽的好友,經歷患難 尹靜安在二十年前為朋友寫的首詩依然怒記 十年魔劍出世風 肆雨暴震叫痴雄 春秋智孤血虛舊 事業悲歌起,轉世不回頭 中國的建築,中國人民決定,通知政府決定不了解 台灣早在二十年了,一起四十年了大革命局次,經營政治改變 現在就是明甸,軍政府都已經發起了一大捐贈 向民居來為佩慶 我相信中共對未來也必然 要走日有民居之路,適應多大民居之 而且危機已經不遠了 一直打了最後的衝刺改斷了 那些衝刺改斷了 你不能用的衝刺改斷了 我先放在那裡 我先放在一旁一旁 我先放在一旁一旁 你能不能用的衝刺改變